他一定是公投 这个绝对是公投 以那个女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个护理师很正常 那件衣服很漂亮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女生 因为女生的手会比较细致 比较白皙的男生的话 就会觉得他应该是设计师 这是一个社会实验 参与的民众 将一个个职业的服装与配件 选择符合心中形象的人选 第一位是24岁的贾女 他从事该职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第二位是30岁的乙男 专科毕业后便选择现在所属的职业 第三位是秉男 年过50岁 他已经从事这个工作超过20年 在了解三位个人的简单介绍后 参与实验的民众 要将手上的卡片 与三样服装与配件做配对 大哥的话就会觉得说 他看起来会是比较像是工人这样子 他一定是公投 这个绝对是公投 那另外一位女性的话 他给我感觉比较有亲切感 所以觉得他应该是护理师 以那个女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个护理师很正常 那件衣服很漂亮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女生 因为女生的手会比较细致 比较白皙的男生的话 就会觉得他应该是设计师 年轻人对于设计这方面 应该蛮有他的构想 还有他的一些角度 配对的结果 参与实验的民众都一面倒 做出一样的分析结果 我们即将向大家揭晓答案 其实看完就是投票结果的话 其实还蛮惊讶的 因为其实我最笃定的就是 大哥一定是工人 大哥拍谁 以我以往的经验看法的话 真的是完全跳脱了 以我个人的感觉 女生就是应该做个手工嘛 然而 有一位民众 他所选择的人 却完全不同 我之前好像有在 一个服装的展览上 有看过那件衣服 然后我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 有点年纪的服装设计师设计的 马上就先决定说 那个老先生 他应该是服装设计师 那个女生 他的手臂这边 有点肌肉 再加上他的手指上 有点伤痕 所以我就猜想说 那个女生 他应该是工头 其实现在女生可以去胜任 比较劳力的工作 然后男生也可以去胜任 性力的工作 每个人的能力范围 不能再用现在的年龄 还有他的外表 他的穿着去判断他 而是应该遵从自己的喜好 去做他喜欢的工作 还是不能以貌取人 真的 这个是最大的感想 所以我在未来求职的时候 我会因为我的性别 年纪 或者是我的外貌 对我会有既定的印象 抛开成件不歧视 职场就业凭本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歌曲 转发 歌曲 转发 歌手